他是明朝最窝囊的皇帝 一生好强非要御驾清真 结果被瓦剌军包了饺子 不仅全军覆没 自己还被俘虏 这个差点把明朝带进英国里的皇帝 叫朱祁镇 这次事件就是土木堡之变 历史上一提起土木堡之变 总是说是因为朱祁镇重新太监王政 任由王政瞎指挥 导致军队震乱阵脚 最后造成大败 可原因就这么简单吗 真的只是朱祁镇自己做死吗 土木堡的国案到底该谁变 其实明朝的军事到朱祁镇这个时候 已经和早期大不一样了 宣得十年 八岁的朱祁镇在太皇太后张氏的扶持下 当机成为明朝的第六位皇帝 在此之前 就跟他爷爷朱高赤和他老爹朱战基的修养 明朝总体上还算是亲民稳定 所谓人选自治嘛 不过修养身心也有个副作用 就是牺牲了国防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 朱战基死的时候 留给朱祁镇的边疆形势并不算好 西南的路川势力开始崛起 这个以歹族为主的地方政权在元朝就有了 路川王朝本来在虹武年间就被打得很惨 在永乐年间也还比较老实 但到了宣得年间 他开始扩张 吞并了西南好多宣伟师 成为西南一霸 按理说朝廷应该出兵征讨吧 但朱战基却不管不问 没有采取遏制手段 然后还有安南 就是现在的越南 当年朱棣打下来 纳入明朝版图 但朱战基用人不行 吃了不少败仗 最后就这么放弃了 安南又成为独立国家 最严重的是北方草原 朱战基把一级乃旧城 开平位还有星河所往内地牵 并打击对瓦拉人 有点牵制作用的物量哈人 使北方边防出现漏洞 当达达泰斯阿鲁台 被瓦拉打得走投五路 跑到长城边求助时 大臣们建议将阿鲁台收编了 让他像汉朝的男匈奴那样 拱位北方 可朱战基不干了 结果阿鲁台被瓦拉全部吞并 瓦拉实力又大大增加 另外还有在东北 朱战基把吉林船长和 鲁河干度士给撤销 放弃了海西女真 瓦拉人净凤插针 将势力扩张到东北 在外交上 本来明朝通过正和下西洋 成成出使西域这些活动 跟亚洲非洲那些国家 关系还比较紧密 可现在却又疏远了 现在六年 朱战基见朝宫的藩属国 越来越少 才想起来再下一次西洋 而这也是最后一次 总的来说 朱战基虽然休养生息 但因为对外战略大幅收缩 让瓦拉等势力越来越强大 边境动不动就被入侵 而朱战基死得又早 不到37岁就去了 他还没来得及 好好教育儿子朱战正 朱战正最崇拜的人 是太祖朱远璋和太宗朱蒂 他从小就一股子上午的劲 总想从政永乐时期的雄风 有人说朱战正是在 太皇太后和山羊都死了 换光王政决体之后 才开始追求战功的 其实不是这样 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 有一次朱战基问他 要是有外敌来犯 你敢不敢上阵杀敌啊 朱战正大喊 敢 朱战基听得很高兴 朱战基自己很上午 他登基的时候 身边也有不少军事人才 比如英国公张辉 他是朱立晋难时期的 第一大将张玉的儿子 张辉在永乐年间 带兵征服过娇子 也参加过北伐 是个很有威望的老将 张辉对朱战基 消极的国防战略 一直都很不满 所以朱战正刚登基 他就上咒请求 在北部边境加强军力 这正合朱战正的胃口 叫兵部讨论该怎么办 兵部上述王继说 边境的军力也不少 但就是没好好训练 才没起到效果 而且武器装备方面 早就有腐败现象 比如朱战正登基的第一年 北京的两座广备库 就查出有14万件军装不合格 正统二年 陕西复杜与使陈毅举报 说陕西团保士兵的铠甲 偷工减料 正统四年 军企局发给神经营的武器铠甲 好多都是残翅品 京军三代营还严重缺码 正统五年 总兵朱免去查军叉 发现粮食都腐坏了 正统六年 大同巡抚罗亨信揭发 说明军内部有人 偷偷卖武器到草原上去 所以 朱戏镇登基的第一年 虽然张太皇太后还在设政了 他就已经开始调整 人权时期的保守政策了 他决定主动对外用兵 第一个打击的目标 就是阿努台之前拥历的达达阿代汗 这个阿代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后代 宣得九年 瓦剌首领托欢带兵 把达达的泰式阿努台打死了 然后阿代就带着达达剩下的人 往西迁到现在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山地区 正统二年 阿代汗的人侵扰甘肃边境 让明朝有了出兵的理由 朱祺镇任命任礼为平强将军 蒋贵赵安为副将 兵部上述王继为督军 出兵征讨 王继让蒋贵当先锋 自己和任礼带着大军跟进 约定不胜不见 也是啊 这种场面已经很久没见到了 从永乐末年到现在 明朝已经有14年没有大规模被发作战了 这次作战 蒋贵抓住敌军左臣托欢 砍了300多人 缴获了几千匹马和兵器 王继任礼和赵安 也差不多把达达的高层都给抓光了 这一仗将阿代汗的势力彻底打垮 他和他手下的贵族朵尔之伯逃到野狐 最后被瓦剌骑兵给杀了 从此 达达势力展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瓦剌成了蒙古高院上的新霸主 正统六年 朱祁镇第二次发兵 明军出动五万多人 驱逐瓦剌骑兵 重新驻守红武年间的旧城 将明朝的疆域又往北推进了一点 朱祁镇第三次是打乌梁哈三位 乌梁哈人在红武二十四年 曾经背叛过明朝 朱迪后来又把他们招服回来 这三位表明上对明朝中心 实际上两边倒 朱迪讨伐达达的时候 他们暗定里帮阿鲁台 明军回师 他们还想偷袭后方物资 结果被狠狠打了一顿 涌了二十年 朱迪第三次清真的时候 把乌梁哈人的脑窝给踹了 大大削弱乌梁哈人的势力 宣了三年 朱章基寻编正好碰上乌梁哈人骚扰边境 他带着三千骑兵又一顿猛作 朱章基自己还设死三个人 剩下的都下马投降了 可见乌梁哈三位一直都不是明朝的盟友 而是见风使作的墙头草 正头九年正月 乌梁哈人轻扰盐随和辽东 朱迪正派将领兵分紧怒 把他们抢去的人 身口武器都夺了回来 还抓住了他们的手里打射函 其实这三次北伐 跟朱迪的三次北伐挺像的 都是分别去打达达 瓦那和乌梁哈人 只是在用兵规模和作战区域上 比朱迪差了一点 朱迪正不是没看出来瓦那人的心事 之所以没有专门针对瓦那大规模作战 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个是从脱换到野仙执政的前期 瓦那部虽然经常骚扰明朝边境了 但没有大规模的侵犯 这两人表面上对朝廷还挺公顺 让明朝没有借口讨伐 另一个是明朝现在的主要用兵方向 在西南 要对云南西部的新势力进行全面打击 全国最能打的将领 也大多都在那边 不好同时进行大规模两线作战 这个新势力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路川 明朝在西南的军事行动 一直以来很容易被忽略 经常有人说明朝比不上汉唐 一个理由就是明朝的版图没有那么大 不像汉唐那样开拓了西域 至于明朝为什么没有开拓西域 我们以后来聊 今天先说西南 其实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在古代封建王朝里是最成功的 其中朱祁镇对西南的开拓最有成效 路川主要活动在现在的云南西部的 瑞丽同冲这一带 元朝在这里设了路川路 首领斯汉法当政的时候 脱离元朝开始扩张 把西南很多地方都占了 元朝连续出兵去打 花了很多代价才摆平 最后在当地设立平免宣卫师 让斯汉法实习宣卫师 明朝建立之后 斯汉法的儿子斯隆法接班 明军攻克云南 斯隆法称臣纳贡 朱元璋封他为路川平免居民宣卫师 斯隆法在洪武后期供了蒙古等西南吐司 被改来的明军打得很惨 他本来消停了一阵 但后来朱棣发起禁难之意 正守西南的大将和服被朝廷调回去 平定冤枉叛乱 路川因此得到喘息的机会 等朱棣拿下皇位之后 在西南设立三宣六位 涵盖整个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 包括缅甸 泰国北部和老沃中部 将设立范围延伸到了印度洋沿岸 西南地区稳定了一段时间 朱棣正上台的时候 斯隆法的二儿子斯仁法也姓伯伯 攻打西南地区的各个宣卫师 成为西南小霸王 手下有十万多人马 前国公牧圣以朝廷的名义 叫斯仁法把清藏的土地还回来 斯仁法根本不理 朱棣正派刑部主持杨林去传话 斯仁法还是不给面子 朱棣正一看 路川这么嚣张 不是跟唐朝的南兆一样吗 这还了得必须赶紧剿灭 于是在正统四年正月 朱棣正命令前国公牧圣 左都督方正 右都督牧王带兵攻打斯仁法 斯仁法正面打不过 仗着大江天险 立起炸狼防守 跟明军耗时间 这时候明军内部有了分歧 牧圣想劝想斯仁法 方正觉得应该赶紧造船 速战速决 可牧圣不听 于是方正自己打造战船 连夜渡江 斯仁法拔腿就跑 被明军追到了上江 方正连续作战疲惫不堪 请求牧圣征援 结果牧圣这人没啥大局观 还在记恨方正失智行动 对前方的明军不管不顾 方正追到空里 一直等不来援军 被陆川军以优势兵力围住杀了 牧圣知道前方战败后 慌慌张张撤回永昌 最后犹豫病死 他二次牧王接替位置 又去征讨陆川 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不过还是没能干掉 《斯仁法》的阻力 这样的结果 朱祁镇当然不满意 正统六年 他任命蒋贵为真蛮将军和总兵 加上太监曹吉祥 和兵部上述王继 带着15万大军 第二次攻打陆川 蒋贵和王继前两年 刚把阿代汗收拾完 这时候打陆川手感正好 一股做起拿下上将 斩杀陆川军五万多人 然后又去进攻陆川的 另一个重地慕龙山 《斯仁法》亲自带着相军来救援 被王继用火器给打退 并追击到马鞍山 一把火烧着寨子 《斯仁法》带着两个儿子继续跑 跑到了梦阳 他儿子司机法绝的顶不住了 请求入朝认错 这时候张太皇太后已经死了 王正开始专权 他拒绝朝城们招服的建议 怂恿朱祁镇继续打 正统七年 朱祁镇派王继征讨 缅甸宣卫时 说抓住了私人法 可以交给朝廷 但有个条件 用陆川的地盘来换私人法 朱祁镇一看 好嘛 还敢跟我讲条件 派蒋贵再带武王人去征援王继 还跟王继说 可以考虑拿下缅甸 这一次 明军把陆川缅甸联军打了个大败 缅甸人假装说要交换私人法 却偷偷用船把私人法送走 王继考虑 缅甸是不是怕交出了私人法 司机法会因为记恨而攻打缅甸 于是杀到巨南 把司机法的存在给毁了 司机法逃到孟阳 继续和明朝作对 朱祁镇觉得前线的后勤压力太大 就把王继招回来 叫云南千户王正 去告诉缅甸宣卫使 普拉纳马哈审 让他们交出私人法 普拉纳马哈审怕明军再打过来 终于下决心把私人法交给王正 但在回北京的路上 私人法绝死了 王正就带着他的头回了北京 私人法死之后 他儿子司机法还在孟阳闹事 朱祁镇决定将他彻底消灭 正统十三年 又派王继带着十三万人去攻打 所以要是抓不住司机法 就先把孟阳的吐司 和跟他勾结的缅人抓住 一个也不要放过 准备了大半年之后 王继在正统十四年春天 照常渡过金沙江 攻破鬼枯山 打下十几个山寨 司机法无力抵抗 最后率领不到两万的残兵 向其讨窜 明军追到英勒基胡 由于战先拉得太长 后勤跟不上 只能眼看着他跑掉 这个时候 明军已经打到了 孟阳以西的孟娜 越过陆川都有一千多里了 到了中原王朝西南最远的地方 看到再往前打 也没什么收获 而且因为水土不服 明军非战斗检员约了越多 王继决定撤军 最后和斯仁法的小儿子 司陆法定立盟约 在大金沙江西亚历的块石碑 上面写着 十难江枯和乃德渡 就是说陆川人到十难江枯 才能过江 明朝花了十年时间 山镇陆川 终于把西南边境又稳定下来 但消灭陆川的结果 是帮助缅甸消除了这些力量 从此缅甸人迅速崛起 成为中原王朝在西南最有力的对手 两百年后 清朝在这里又和缅甸干了一仗 明朝虽然剿命了陆川 但也付出了绝大代价 王继在当地采取高压政策 掠杀俘虏 屠杀百姓 使整个陆川哀鸿遍野 赤地千里 而明军将士也有七成死于战争 那西南在打仗 东南也在用兵 东南各省因为矿境的问题 爆发了农民起义 朝廷不得不派大军去镇压 矿境是怎么回事呢 明朝刚刚建立之初 很少去开银矿 也很少收矿税 到了永乐之后 矿境就慢慢松了 银矿志愿丰富的浙江和福建 成了主要的矿税来源地 正统年间 这两省的开矿力度越来越大 底层矿工经常受到剥削 矿工想讨说法 却总是被镇压 于是他们就单干去了 正统九年 一个叫叶中流的矿工 带着工友在福建福安开矿场 光辅禁止 他就拉着大旗跟光辅队的干 带领起义军到处流窜 多次打败官军 占领了闽测干边界的好几个城镇 正统十三年四月 福建沙县的农民邓茂七也取其一期 在城山寨建立政权 自身产平王 这两支起义对我互相呼应 闽测干三省乱成一团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 朝廷派陈茂为真难将军 刑部上述金莲总管军务 去镇压起义 朝帽还没到前线呢 叶中流就在打冠军的时候 中间死了 正统十四年二月 邓茂七被叛徒出卖 遭到冠军伏击也死了 他直指邓伯孙带着长部继续打 一直到明代中朱祁玉时期 才彻底平定 再回头来看 正统十四年明朝的军事局面 主力大军一路在西南打陆川 一路在东南平定农民起义 北方的野先通过多年侦查 发现明朝被南方的战士缠住了 就借着朝宫的问题找查 他带着黄金家族大汗拖拖不花 和乌梁哈各部分兵攻打辽东 熏府大同和甘州 大同的守军被打败 消息传到京城 王正一看 这又是个立功的好机会 就股东朱祁镇亲自带兵去打瓦剌 你不是崇拜李太爷爷吗 现在机会来了 快去李太爷爷御驾亲征吧 王正这就是在攻火 但这火算是拱到朱祁镇的心坎里去了 其实这些年 朱祁镇在南北两个方向取得了那么多战果 王正也起到了一点作用 明朝最能打的王继 蒋贵 陈茂这些人 跟王正的关系都还很好 也被王正支持和保护过 可是在瓦剌大举进攻的时候 王继的主力军团还没回到北方了 陈茂也还在东南打异军 蒋贵年初已经死了 北方就只剩下京城 和张家口大同有兵力可以调动 而在此之前 朱祁镇所有的对外战争都打赢了 自然有瑜伽亲征的底气 如果你忽略他在位时期的多次战争 觉得他这些年来啥也没干 还莫名自信 头脑一热就去清真网了 看起来像个愣头青似的 其实有点误会他 他并不是啥都不懂啥都不怕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北方还真没谁 比朱祁镇更适合当主帅 老将张辅都七十多了 又被王正排挤 其他人的威望和资历都不够 再加上他过于信任王正 更增加了一层风险 从整个土木堡之变的过程来看 朱祁镇的主要责任 就是太放任王正 由着他瞎指挥 从下动员令开始 没几天就把大军召集起来上战场 以当时的动员能力来看 朱祁镇仓出集结起来的兵力 肯定不到二十万 而且很多还是临时征召的 不是像南征部队那样的精锐大军 两朝军线也不够 再有 整个行军的过程也很有问题 明军到了大同之后 王正听说前线打了败仗 没有立即拔营 反而磨蹭了老半天 才建议朱祁镇回京 大臣们建议大军赶紧从居宇关进北京 可杨红副长瞒得都市满营失守的消息 让大军的行产 完全暴露在瓦拉的眼皮底下 一个后勤跟不上 士气低落 情报抓下的明军主力 简直就像一群迷途的羔羊 只能仍然斩割 所以土木堡战败该怪谁呢 直接原因 首先是朱祁镇太相信不懂军事的王正 自己对行军后勤都不上心 就急急忙忙把军队集结起来行动 要是他能像刚机卫那样 耐心听取将军的意见 多给点时间准备好后勤 结局可能会不一样 其次呢 朱祁镇的运气也真是太差 杨红副者瞒着战败的消息 客观上把明军主力 引到了瓦拉人的埋伏圈 结果全军覆没 因为皇帝也没逃出去 最后成了瓦拉留学生 另外从战略方面来讲 人轩这两皇帝都没有朱迪的眼光 对瓦拉人逐渐强了也不管 对北方的边防部长也疏忽大意 给子孙留下隐患 朱祁镇虽然意识到了瓦拉的威胁 但也没把他们当成最主要的敌人 没想朱迪那样花大力气去应对 而是把达达 乌梁哈和陆创王朝一顿狠揍 在南方年年征战 北方将领兵力都不足的情况下 碰上气势震胜的瓦拉人 战局从一开始就已经十分不利了 最后是朱祁镇这个人 他很上午 一直想从政人选之后 明军夜来月颓废的状态 而且能够放手让人去干 可是他登机的时候太小了 朱祁镇去世的太早 没让他在太子的位置上多历练历练 反而让太监王正成了他最依赖的人 最后把疑似英明 都毁在那桐木堡的那个秋天 至于他的妙号英宗 不知道是安慰还是讽刺 再加上后来夺门之变 他杀了所谓京城的功臣于谦 这就更加没法洗了 所以桐木堡之变的锅 他背着也会冤